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疫症之下全面避險,減息非萬能 不過不減息就萬萬不能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621點,收報26146點 成交繼續過千億的有1194億 今日港股受到昨晚美股大跌的影響 低開370點之後,反覆回落,險守26關 但是這個26關都是岌岌可危的 因為在疫情之下,恐慌的情況還未平息 如果今晚美股下降,疫情的威脅 可能會迫使環球出現一個震盪 這個震盪,考驗美股會否破底 但是在美股未破裂之前 香港可能會再試一次上次25800至2600之間 這個重要的支持區 甚至可能輕微跌破,都未定 如果25800至2600這個區域守不到的話 恆子就要退守24900 這個都是再次這樣說的 如果是保守營的投資者 現時疫症未過之前,都是大家繼續做忍者 不用管市場 偽高人膽大的,可能小柱可以反彈 當然是有選擇性的 好了,講回今天的市場 剛才說到疫症之下,避險情緒升溫 疫症現在蔓延到什麼呢 現在在中國境外,總共有78個國家 有累計確診新冠肺炎 去到多少呢? 這些數字經常變 總共現在在中國境外 有的確診的病例 超過17600宗 可能這個數字都很快會衝破2萬宗 當然,現在最怕的就是一些發達國家 開始越來越多糟糕 好像美國,加州 然後對外又有一隻公主號郵輪 有2000多人 會不會出現日本鑽石公主號的情況呢? 現在都不止 伊朗的情況令人關心 令人擔心 伊朗外長澤里夫的前顧問 就因新冠肺炎去世了 伊朗最高領袖顧問委員會 又有一名成員感染新冠肺炎 伊朗現在爆到高層都很多人有事 意大利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 已經去到3858宗 韓國高一點 去到6593宗 德國都有565宗 德國昨天已經率先 不管世衛 將新冠肺炎 已經說到全球疫症大流行 他自己國家宣佈了不管世衛 世衛可能被迫之下 最終現在爆到這樣 可能很快 都會宣佈全球疫症大流行 法國又有400多例 英國不多 115例 不過英國首次出現了新冠肺炎 死亡的病例 種種 歐洲國家正在爆 美國正在爆 這些爆完之後 大家知道恐慌情緒就很高了 高到怎樣呢 在這一剎那 其實美國十年期債息 已經跌穿了0.8厘 去到0.7厘 我們這幅圖都還未更新 大家可以看看美國十年期債息這幅圖 現在跌到0.7厘 未更新的 這幅圖是很快的 一直避險 流入到債市那裏 除了債用來避險之外 日圓近來都開始避險 這幅圖是1.673厘 但是它之前的高位1.688厘 其實是相距不遠的了 有機會衝穿去到挑戰1.7關 美匯指數當然是大跌 美匯指數上升軌跌穿了 現在96.5厘 之前在1月初的時候 是見過96.35厘 現在這個位置是有機會被跌穿 因為市場預期 美國將會繼續大幅減息 剛才說到恐慌情緒高漲 減息非萬能 但是不減息就萬萬不能 減息現在預計是多少呢 出現了一個突然 忽然緊急減息 你叫它什麼名字都好 SURPRISE 減了0.5厘之後 市場覺得都是未夠 現在你見過債息跌到這樣 就是因為預期 它在3月18日 聯儲局3月18日 會再減至少0.5厘 現在都不考慮減0.25厘 0.5厘可能是一個最低消費 就是再減多0.25厘 甚至很誇張的 有人估計減0.75厘 大幅度減息 問題是軟水能夠不夠近火 以及減息這件事 未必撲滅到疫症 但是不減息又萬萬不能 因為金融市場現在很冷 昨晚 導致再跌回九百多點 之前那天 拜登勝出 市場樂觀彈了上去 拜登勝 美股升 之前那天說了一天 但是現在疫症 繼續困擾著美股 它又滾下來 考驗2萬6 之前的底是24681 2月28號 24681和去年暑假期間 6月底 24680相比1點 這次下來 有機會再試這個低位 都跟大家說過了 這個是一個防線位 如果跌穿的話 沒有辦法 一定要先被棄封 留得青山寨 哪怕沒有柴燒 千萬不要跟這個疫勢而行 散戶對我們來說很不利 當然大戶越買越低 那些大戶的事 散戶的話 留心 如果不對勁 就要走的了 寧願自己走多兩轉 如果有好境 就可以再玩 那你說 新型肺炎之下 現在的情況 還是未平息的 那你繼續做忍者 保采型投資者 繼續觀望 偽高人膽大的才是博的 你博的話 你就預了有機會 是有損失的了 24680這個位置就看實了 行指方面 第一道關 25800到26區 為什麼是這個關呢 就是因為這裡有一個 10月10日 和10月11日之間 有一個上升列口 這個列口就是25800到26區間 這個列口 就是一個重要支持位 如果下來 它下來跌穿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 在早幾天 2月28日的時候 見過259、89的了 跌穿過26,000一點的 那些不緊要 有機會彈 甚至乎跌到25,800 回補了 稍為回補了這個列口 都不緊要 但不要真的 真的真的跌穿25,800 如果不能跌穿這裡 就是了 第一道防線失手 如果你投機性買賣 那就要走的了 不要在這裡留戀住 哪怕它可能會彈上去 如果真的彈上去 到時再算了 再再再再買 這是第一道防線 如果退守失敗 下一個退守的就是24,900 到時才會再薄 短期來看 由於美股是有機會下跌的話 可能下星期一 都要再考驗了 15,800到26,000 由於它最近跌得很急 經常都1000、1000點 這樣跌 好了 我們再看看 會不會現在再試下來 現在261、21 即是昨晚收 和246、80 相差1000多點 現在問題是 每天的波幅 經常都過1000點 或者1000點的波幅 所以你不要說一定沒有機會 就算沒有機會 試246、80 但是月28日最低那天的收市位 24409 即是大概25409 即是大概25400 25400這個收市位計 是今晚有機會被跌穿的 哪怕就是可能不會跌穿246、80 都有機會跌穿25400 這些差不多的收市位 即是說今晚有機會 以收市位計 就創一個新低 但是今晚14RSI不跌穿上的低位 就看看會不會是一個底背次 總之這幾天是很關鍵的時刻 大家看著 指示位246、80是美股 恆指短期博 即是魏高人膽大的短期博 就看著258和2600區 如果跌穿 都是要先走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請按讚 請按讚 絶 لا